景东路跨春生堂大桥 目前已经竣工了 这是个好消息 在完成验身之后 就将通车 这座桥跨长108米 是许汇区和敏航区 区区对接道路 景东路的关键节点 建成通车将有效打通 两区之间的交通读点 缓解隆屋路的交通压力 跟它平行的隆屋路 而景东路来讲的话 本身这边破破烂烂的 不是特别好 但是现在的建设是不错的 现在新建设的景东路 跨春生堂桥 位于景东路 银都路北侧 跨越关港路及春生堂水闸 是一座下城市 寄竿拱跨线桥梁 远看像一道橙色的飞红 那其实站在桥面 可以看到2021年11月通车的 景洪路跨春生堂桥 相较之下 景东路的规模是会更大一点 所以这座桥 其实目前闽航市镇桥梁里面 跨度最大的一座 那这座桥和景洪路的主桥 采用截然不同的施工工艺 那这些我们不专业 不太了解 但是确实在景东路 景洪路跨这个春生路桥方面 刷春生堂方面 确实给周边的交通改善是提高了 不止一点半点了 而这个桥的建设 其实是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2017年就动工了 到今天离通车只剩一步之遥 确实是费时耗力 他的麻烦是在哪里呢 是因为他紧邻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 机场联络线的华金站 机场联络线的隧道 从桥下穿行而过 桥下还有这个正在建设当中的 春生堂水闸的闸道 所以三个工程在此聚首 确实有一种螺丝壳里面 做道场的这种感受 那确实对于这样的工程来讲 遇到几个工程相互之间冲突的时候 还得互相让 所以就这么一座桥建了五年 那我们其实如果利用这个全景的话 我们看周边的情况 你看还是这样的 周边的状况 在道路未通之前 周边就是城中村 村庄的样子 很破破烂烂的样子 这些小桥 以前就是紧构一车通行 这么一个宽度的小桥 而现在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种气派感 那完全是两样的 而这个从百度地图上来讲 这个景东路已经化成通车的状态了 那其实这条道路来讲的话呢 本身也是新建 也是随着这个桥的建设 在新建周边的建设 还目前还没有成大的气候 但是想象得到 随着机场联络线 华津站的这个建设呢 整个这个道路 桥梁都会非常的助力 相关区域的发展 我将会看到的一旁 就像这样子 自己的肌肉 辅住的资格 也在强调 进化